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要明显 只有权重站稳 才能有个股的机会 并且老童今天有新发现持续的缩量让老童详细来了 2015年9月时候的特征 一 刚刚经过两轮股灾 大跌之后 大盘最低跌至2850 之后在3000点附近横盘 二成交量极低 三 金融 证券股有拉升动作 经历过这个时间段之后 就是2015年10月份到12月份三个月的波段行情 所以对于后期的市场来说 我们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低量见低价的道理 我们自然不用去说了 市场量能将要回到10年前的状态 要知道对比10年前 我们的经济情况 有了很大的改善 并且从股市上来说 上市个股也有了明显的增多 所以对于后期的市场来说 股侠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机会大于风险 对于下周的市场来说 本周经过低量的极端行情 在周五的市场开始有金融股开始表现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搭台的过程 虽然对于小票有明显的吸血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在这个吸血的过程之后 就是题材个股轮番上台表演的机会 所以对于下周的市场来说 个股机会要比指数上涨更加重要 对于短线的股友 快进快出依然要控制好仓位 短线还有波动 对于中线的股友 越是敢跌就越是敢买 分仓入场中线机会191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微信公众号 老同看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